今天是臺灣女孩日 長榮航空企業工會 就特地寫一封信給總統蔡英文 許下女空服員執勤的時候 也能夠穿褲裝 等三大願望 落實性別平等 另外從這個月起 長榮公司針對商務艙的乘客 都會發送迎賓小卡 但是後面得親筆 簽署這空服員的名字 小卡上的用字 也讓部分的空服員覺得困擾 針對長城商務艙乘客 從這個月起 長榮航空空服員 都會在機上送上這一張迎賓小卡 仔細看其中一張卡片 內容寫著 我心裡儲存你的影像檔 已經舊了 需要更新 要取得你的最新畫面 這看似曖昧的文字 後頭還要空服員 寫上親筆簽名 讓部分女空服員覺得困擾 行銷的作法 有一點點不太恰當原因 是因為它上面的內容 有點像情詩 我覺得有點態度 上比較曖昧一點 比較不是那麼單純的 航空公司迎賓的一些感覺 還有人因為拿到這張小卡 然後乘客誤以為空服員 對他有好感 然後還留下自己的聯絡方式 然後說想要跟空服員 進一步做朋友 其實在空服員這邊 已經受到一些困擾了 讓女空服員感到困擾的 不只迎賓小卡 因應十月十一號 臺灣女孩日 長榮企業工會 也特地寫一封信 給臺灣首位 也是現任總統蔡英文 長榮企業工會 特地寫信給蔡總統 希望獲得總統支持 讓女性請生禮假 不會影響考基 減輕女性負擔 女空服員能穿庫裝工作 境外性騷擾也要開罰 婦女團體認為 要落實性別平權 男性也得加入聲援行列 這些事情都心安 男性女性一起共同 在這裡面去加入 然後共同去努力 他才有可能去做一些改變 不往這個方向去做前進 其實事實上來講 對企業整體的形象也好 對企業競爭力來講 也是會有影響的 而針對迎賓卡 長榮航空則呼應表示 這是為提升長程 航線商務艙的服務 透過與國內私人合作 加上空服員在卡片上 簽名問候 歡迎乘客增加互動 得到不少旅客好評 但公司也會留意 旅客和空服員的反饋及意見 記者游彥池 郭俊玲 台北新北報導